16比15 阿尔德内尔在发球上 他同一个动作 同一种手势 可以发出几种旋转明显变化的球 所以 世界上许多高手呢 在与阿尔德内尔对阵过程当中呢 对阿尔德内尔的发球呢 确实是有些触头 这个史拉格 两次接发球过程当中 判断出现失误 19比16 换发球 史拉格发球 16比19 这时候对于史拉格来讲是一个 比较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看看自己的这一组发球 史拉格注意控制节奏 控制落点 打乱 马尔德内尔 急于进攻的这种节奏 17比19 开始把进台 拉起来 尽管史拉格呢 是想要这种对攻 但是他的落点呢 明显不如老瓦 对 老瓦在控球的落点上 这个游击队长啊 确实这个名字是名不续传 两位选手会越打 越开 越打角度越大 18比20 比赛确实是今天41决赛啊 这个高手如云 而且每一个对手呢 都不是等前之辈了 大家的水平都相差无几 今天第一场赛事 就打得精彩分成 这一次史拉格在发球上 在发完球之后的 第二板上的落点 整个步伐调整得非常好 是9比20 还落后一分 史拉格这位选手 给乒乓球界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就是在这个第45阶时评赛上 获得了第三名 您在前面给大家介绍过 史拉格的这个发球呢 也有一种特点 所以从今天这个第一局比赛来看啊 老瓦吃他的球 也不少 吃了起码四个 现在20平 卡 马尔德内尔为了能够掌握节奏 还是敢于大胆变现 还是打落点 但是求失误 换发球 21比20 史拉格发球 其实这两个人也是主要在发球 跟接发球的效果 对 再开始 史拉格第一局赢 第二局肯定更想赢 一上来 先发球失误 然后利用进台发球快攻 那么欧洲横拍的选手呢 近年来把中国的这个直拍进台快攻的技术呢 也柔和到这个两面拉弧圈的打法当中 所以欧洲选手现在也非常注意前三板 注意抢先发力 抢先拉这个前冲 2比1 从史拉格的球风来说 比以前有了一点变化 就是他比以前站得近 比以前打法要顺 而且用正手的比例也大 你看这种球就要强心侧心强 就是位置不好 但是我很坚决 用腰来 腰部的转动来 来争取位置 来增强发力的幅度 这个第二局开头这几个球 史拉格打的有点像法国的盖庭 那个 对 法国那个选手 对 就是 不讲理 不讲理 我尽可能不用反手 任何位置我都强拉强冲 马尔德纳尔现在4比3 领先 这个球 瓦尔德纳尔发球质量不高 中台 又是史拉格的正手 而且还比较高 4平 第二局比赛 瓦尔德纳尔要想取得比赛的胜利 可能在这个旋转上 落点上 他这轮发球不错 要是史拉格发球4比6 今天两位选手的发球 总体水平都不错 要说纯发球还是瓦尔德纳尔的效果更好一点 但是他的进攻的杀伤力 现在他比史拉格要小 这一局就是吃了第二个发球了 在第一局里面 瓦尔德纳尔吃了有4到5个发球 7比6 第三个 第二局瓦尔德纳尔吃了三个发球 8比6 但是史拉格在第二局比赛里面 自己发球出现失误 是送了对手2分 今天两位选手就是 拼这个发球接发球 看史拉格的接发球 这个时候也借的很高 也是判断失误 这跟直接吃区别一样 一样 对 我们的行话就叫接发球被攻 老瓦的发球威力出来了 上来先吃三个发球 这一组已经通过发球拿了三分 10比8 再拿起来 4分 从4分之1决赛开始 这个选手要进行五盘三胜制的比赛 那么在小组巡辉赛当中是三盘两胜 五盘三胜的对实力强的选手来说 比三盘两胜的要好打得多 他输一局以后压力不大 暴冷的机会就小了 10比11 史拉格发球 这个球 这个瓦尔德尼尔 这个动作感觉有些不太理解 实际上史拉格现在这种球风啊 对瓦尔德尼尔的整个的 球风呢 有点稍微有点相克的感觉 瓦尔德尼尔整这个旋转 打这个拉弧圈的旋转 走位的飘忽 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呢 被这个史拉格冲的呢 好像发挥的不是很好 其实瓦尔德尼尔他现在 形成年龄真大以后 他步伐移动比以前嘛 而且就是说他的力量速度 也不如时代表 其实瓦尔德尼尔是真纯 讲到基本功和相持技术来说 他是一般的 他打球是不靠这个东西 对 他主要靠前三板的变化 靠发球 他主要靠变化 他技术很全面 但他主要的技术 相持技术 包括进攻技术 他速度落点 变化都很好 但是他都来回的这种实力来说不强 所以很多选手也说过 说只要和瓦尔德尼尔接发球 我二比三的话 我这个球赢个机会就很大 所以从今天看来说 就是瓦尔德尼尔 就是有很多机会 他自己都没有抓住 有一些机会他老丢 再有一些就是说 因为他的质量不高 对对方打了一些反击 所以在这方面吃了一些货 莎格的这个力量速度啊 今天也发挥的很好 像前面咱们说 已经打了有点不讲理了 那么这样不讲理的 像是这种 没有完全是不讲理的打法 那么这种打法呢 就把是瓦尔德尼尔的 这个前三板的这种控制啊 落点啊 就给你冲垮了 接完就十五十四平 擦网 十五比十五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是在广东省的中山市的小懒镇 为大家现场直播 第二十届世界杯男子乒乓球比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 奥地利的选手施拉格对瑞典选手瓦尔德尼尔 第一局比赛呢 施拉格是 22比20 取得了第一局的比赛胜利 现在这双方第二局的赛事 施拉格呢 16比15领先一份 17比15 施拉格也发现这个瓦尔德尼尔随着年龄的增长 整个步伐的移动啊 速度相对慢了一点 再一个就是施拉格发球质量相当高 对 瓦尔德尼尔目前还没有找到 可止他的很好的办法 所以都是消极的错 比较容易啊 施拉格形成这个发球成功的机会 但是施拉格只要一上手攻的时候 都这个两个点打得非常开 对 这样的话老瓦这个步伐的移动稍微慢一点呢 就更加难于接这种球了 19比15 20比15 施拉格在最后的这一组发球里面是连打五分 施拉格能够与这个以发球建长的瓦尔德尼尔拼了一把发球 第3级比赛 再开始 瓦尔德纳一名领先 二不定 所以瓦尔德纳除了发球以后 应该加强控制球的质量和加强竞争的力量 这样才能够转带为胜的机会 现在场上比分4比1 瓦尔德纳领先由史莱格发球 这个球瓦尔德纳领就好一些 就不一味的平挫 而且对史莱格办出台的时候他能够抢先拉起来 主动形成对攻 现在瓦尔德纳领揭发球的打法是对的 我看他能不能坚持下去 这是一个一败球 从这一局看瓦尔德纳的技战术做了明显的调整 一个是揭发球 不是一味的平挫 而是有机会就拉起来 甚至有机会进行抢冲 再一个就是从发球轮加大了上手进攻的力度 在这边 マン 他有很多球 在前面 对 从蓦尔德纳领 上手进攻的力度 他有很多球 什么错 他有很多球 他有很多球 没有打开 他有很多球 我们的狀告 抢上比分7比5 这三球二点点发的不好 不严密 旋转也不强 而且弧线比较高 打比赛有个战机的问题 阿尔德纳尔就说了 7比3的时候换成自己发球 但是这是一个扩大战果的 一个非常有利的机会 但他没有抓住 在这一林中自己发球 赢了一分输了四分 原来是领先四 现在到7比8 除于激发球已经很被动的局面 所以在0比2的情况下 就由于这一轮的实力 有可能就是一时整场的转机 实际上来利用自己的发球已经连得三分了 在场上比分10比8 在场上比分10比8 阿尔德纳尔也比较急走 等于进攻 得了一12比8领先 从半径我们看一下 反手拉弧圈 这球是擦边 换发球 8比12 王尔德纳尔发球 这个来回体现出了王尔德纳尔的这种 对 这个车打得很高超 对 整个手腕翻动得非常快 但今天王尔德纳尔在正手的提拉方面 是失误的次数比较多 从半径我们来看一下 他就我第三局刚开始的时候还不错 打到7比3几千 那个车是一下它制胜的路子 但是我觉得那个路子一个是需要体力 一个需要一定的冒险性 但老瓦可能气没有那么长吧 打着打着又打回到原来的节奏比较慢 控制比较平和 这种节奏上来说 在落后的情况下是比较吃亏的 对 因为他这种节奏速度慢啊 对这个现在精神状态非常好 情绪非常好 的这个施拉格杀杀力不大 对 施拉格刚才瓦尔德纳尔的发球 只要稍微长一点的话 不管正手反手 全冲 12比13换发球 13比12 施拉格发球 华尔德纳尔是接不好在这个发球 对 因为他这个发球就是说了利用身体挡得比较厉害 就是接触球的点 完成瓦尔德纳尔的最对面的话 看不清楚 嗯 嗯 阿里登球的弧线发的很低 所以说一个动作能发出两种旋转来 他有些挠头啊 刚才15比12 其实这个高手接发球 你看他15 他跟这个平常的初打乒乓球 这乒乓球那些爱好者接不乓乓球 他不一样 对 他主要是考虑速度落点 嗯 还要防止对方第二板的抢弓 所以在这种种的因素的压力下 他也要参加一些事 他并不是说的大绝大多数 并不是说的这个看不出这个选择 所以不会接这个球 这个就像下棋一样 高手是看多看几步 他这个接发球实际上也就是为了后面的几拍 来考虑 就是我接过去 一个是对方对手可能会冲 会打到我哪个位置 那么我接过去之后 他打过来 我下一板将怎么打 这都要想到 15比16 这是王尔德那利用发球 抢先拉起来 还是打重复点 好的 现在王尔德那利用这个战术就也非常明确 进台 对方戳起来以后 抢先拉 先压反手 压两板以后突然变线 是7比16 但是这种打法呢 对于王尔德那利用的这个体力的要求比较高 对啊 就像您前面说的这个能不能这口气能不能坚持 哎 你看这几个球 就是王尔德那加强了进攻 施拉格就显得比较慌乱 对 就没招了 刚才通过步伐移动 侧身过来强攻了 哎 又是 施拉格认为刚才这个球是擦网 但是裁判 主财和副财呢 都坚持 好球 王尔德那也表示没有 没有 对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 是国际级的裁判员刘建民 副财呢 也是国际级的潘德泰 现场比分是王尔德那19比16领先 换发球 16比19 施拉格发球 上 实际上刹哥 我觉得这个发球呢 好像落点不太好 他这个出来以后 王尔德那回过来 刚好是自己反手 他没准备 这个时候王尔德那 一个是踢发球的节奏 他换了一个慢节奏 而且这个 抽的时候比较长 他退不下去 所以他发不出力 但是一打对攻 这年龄上的差距就出来了 17比20 王尔德那21比17 老娃也拼了 他有这种表情 打完一个球以后 手赚钱了 他一般都是 非常非常冷静的 就是获得世界冠军的时候 这种镜头都不多 王尔德那第三局 21比17 扳回一局 这样前三局呢 双方是打成了2比1 施拉格战时领先 从这局球看 前半局 施拉格一如俱网 在发球上 前一局结束以后 两个选手都走到自己教练面前呢 让教练呢 再讲一讲 这个刚才已经结束的 几局的情景 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这个施拉格 今天的总的基调 就是像那天打这个 萨姆索诺夫一样 放下包袱 全力以复冲 还是禁台 还是要拉一盘 这个施拉格的这个 禁台结合 学习我们中国的禁台快攻啊 这个选手确实是 非常有特点 他也是个天才运动 他自己也讲过 他其实很羡慕 中国运动的那个 训练体制 他觉得 他在奥地利俱乐部打球 因为他是俱乐部 虽然是奥地利的冠军的话 高水级内定员 之间的交流太少 他的聚焦部里 有两三个 跟他差不多 剩下的就都不行 如果一周 或者常年累月 老跟这两三个人练 的话 人也没有什么兴趣 对 也没什么激情 而且从球路上 从变化和应变的能力上的肥养 都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他很 底下聊天他也说我 他都说 有机会想到中国蓝天领球 他也是个天才的选手 本身他这个 右手横我球拍 就是进攻型打法的 结合了我们中国的 进台快攻的前三百 年纪也不是很大 这个选手 但出道很早 对 但前些年呢 这个尽管打得不错 一直这个 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关键还是成绩 也是 水平是挺高 偶尔也能露一下真人 但是就说了 像最近这个 延续几场当中 战胜世界名将的现象还是不多 从45届 包括一些公开赛 从近半年来以后 他有了 指的变化 比如说 他同时战上了 瓦尔德内尔 如果这场人要赢的话 就把世界上几个 前世界冠军都赢了 桑斯洛夫 可能会 对 瓦尔德内尔的话 现在换发球 施拉格发球 7比3 想偷袭 面对的经验非常丰富的 瓦尔德内尔 这种偷袭 一般这个作用不是太大 这个球 瓦尔德内尔打得特别 非常漂亮 这个 史莱克在拉弧圈的时候 他抹了一个 他右手的小角 这个球难度非常大 在一个 昨天和前天的比赛当中呢 瓦尔德内尔有时候也是 先看这对攻 落点非常严 前天和昨天的一些比赛里边 那个瓦尔德内尔有的时候也 遇到这种情景的时候 也会反手 横盘反手 把这个球牌立起来 抹一把 而且这个抹 抹的过程当中呢 既加了这个转 同时呢 又在这个落点上控制的非常好 机会 这几个球实际上是 施拉格在发球之后啊 对自己的第二板 在考虑上好像欠了一点 7比7 8比7 换发球 瓦尔德内尔发球 7比8 现在的实质对瓦尔德内尔来说 还是不错 他这轮接发球 有7比3 打成 机会发 紧多后一分来说 的确是 这几个球打得好 也不能说 施拉格有 多大的毛病 他有两个球 也在发力进攻 但是就说 瓦尔德内尔 把落点都猜到了 也在下边的相持当中 他都打出好球 瓦尔德内尔 在这一轮 这个接发球 他关键是 第一板的这个 整个质量比较高 对 7比8 就是 我说的瓦尔德内尔 有时候基本功不大 刚才体现在这 他每局都要 就两三个 机会拉出来了 但是把握不住 这一篇瓦尔德内尔 打得软了 对 本来这 可以打前冲的 这个打前冲的话 施拉格根本没机会 对 现在施拉格也像个 好斗的小公主 瞪着弯的那 因为就是喊得特别利 这个打前冲的话 施拉格根本没机会 对 现在施拉格也像个 好斗的小公主 对 瞪着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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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尔德那儿今天的许多动作 确实是在平常的国际上 很少见的一些动作 被施拉格喊的 自己情绪上也有些激动了 但这场球的确来说很好 确实精彩 瓦尔德那儿以前很少看打回合 今天也没办法了 平常回合 皮育方面也好 他也在尽自己最大努力 和施拉格来终行 当时拉格那个球打出台以后 瓦尔德那儿又是攥紧了拳头 向施拉格也示威 时平 瓦尔德那儿的这一组接发 这个球是接的 接的速度很快 而且落点也好 落点很深 这个落点深了以后呢 这个施拉格反开 拉也来不及 发不了力 侧身也来不及 只能抹过去了 高极了 这打的有点急躁 10比12 所以像您刚才说的 这个有时候喊着 别过头 好好去 发尔德那儿 这个接发就 太平淡了 太平淡了 速度也不够 落点刚好又是侧身 对方侧身的地方 11比12 发尔德那儿 刚才这个 想对攻 拉一个前冲 反拉弧间球 但这个球的难度 不是太大 他这个实际上是 我觉得年龄的关系 就是转身的时候 那一下动作慢了 他也是这种 该打上的时候 丢得很 就说 瓦尔德那儿 他这个运动员 靠天赋打 他平常训练不是太多 他可能就是脑力 劳动 多于体力 但是他琢磨得做 可有一些东西 你比如说像发球 像一些控制球那些 说好像悟性大于训练 但作为一些基础的东西 你比如说步伐 进攻 相持 这些东西 你不吃点苦 你是达到不了一定境界的 在这方面 人也不玩人 如果瓦尔德那儿 真的要在后级板 再厉害点的话 也可以说天下无极了 对 瓦尔德那儿这个球 是碰到对方的球台 但是没有从网上过来 瓦尔德那儿还 只给了吃拉球 我打蛋一台面了 今天瓦尔德那儿 确实是许多动作表情 是平常 以前这个大赛呀 很少看到 因为近年来瓦尔德那儿 随着年龄的增大 他在一些高水平的比赛当中 获得好成绩的机会 也相对少了 不打到15平就有点麻烦了 这个球看样子 就是瓦尔德那儿 要平生所学 要在这几个球当中 表现出来 但是这不讲理的打法 有时候他也管用 12比16 看最后这两个罚球了 瓦尔德现在这么打还是对 说一说就在多差 反正我领先几分 没了 14比16 换发球 16比14 18格发球 18格发球 好球 漂亮 两个选手几乎已经横在球台上了 他们俩拉的都是右侧小虎 就很拐 这时候这个球难度很大的情况下 瓦尔德那拉了一个直线球 就是在右方争夺的时候 突然拉到十代格的反守位 对 就这个球 所以老瓦这个人也很难折磨 有些就是说的不可思议的球 难度非常大的 他能打出来 有些比较简单的 好像是在必得的时候他要丢了 像前面我们说的这个 他是基本功不扎实 有些进台的非常顺手的 这个拉一个都拉丢了 十六平 又把胳膊向竖起来 向这个 施拉格示威了 十六比十七 瓦尔德那尔这个名字呢 在瑞典语当中呢 就是世界冠军的意思 所以这个选手多次在世界上呢 获得非常好的 非常优异的成绩 现在已经到了 可以说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 十七平 这个球是瓦尔格雷尔对这个 自己要求严格了一点 错这个落点 他这个思路还是对 思路对 因为这个球选手太强 他要快速 批长的话 不怕十五多 他想来个白短 他如果要是 判断达的 谢谢大家